即便是沙特本地人都会去打卡的地方 那里曾经聚集了本市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曾经在那里生活的人可以呼风坏雨 如今又是个什么样貌呢 今天随着我的镜头去看一下吧 老规矩啊 同时给你们解决几个问题 在沙特分不分富人区 沙特老百姓真的富得流油吗 还有一个你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在沙特是不是真的水比油还贵 但在个人的立场和角度 给大家去剖析一下好不好 在沙特有没有富人区这一所呢 我觉得比较片面 这个是要看城市的 有些城市它的富人的确是喜欢扎堆 因为跟风景有关系 沙特人多数喜欢在风景比较好的地方买房子 或者是建房子 当下的房价其实跟国内很像 也是按照周边的生活配套来决定的 在沙特是不是住独栋的或者是别墅的人 他们就一定很有经济实力 并不是 很有可能这块地这个房子就是自己的父母辈留下来的 如果家里没有一个经济收入的主力 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投资理财 再加上没有存款 那么很有可能 他是连吃饭都成问题 但是他住的房子非常大 整个国家放一望去 除了首都利亚德以外 没有什么高楼打上 那是因为不需要呀 他就是人少地多 搞建设的人还少 再加上国门也刚打开 本地建的咖啡厅恨不得比高楼还要多 在海边开完寨以后 我们就去到了极大的城市市中心 以前在这条街上的人非负责贵 除了给他们打工或者是帮佣的 随便得一个就是家境殷实的 这帮人是这座城市最新富起来的 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建筑 大的小的 都是别人以前住的房子 如今被打造成了一个打卡观光的地方 曾经的辉煌已不在 但能感受以前那种气派的痕迹 几十年前这里住的每一户都大有来头 比方说做黄金买卖之首的富豪 最大的粮食批发商 网络渠道最厉害的不批批发商 所以这里就是所谓的富人区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 是不是整个沙特的老百姓都是富的流油呢 答案是否定的 怎么可能呢 沙特的主要财富全部掌握在皇室 还有一小部分人早期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 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就开启了自己的富豪之路 当然这个里面少不了一种勇气和胆识 除了这些人以外 剩下的沙特阿拉伯人和老百姓 其实他们过的都是非常普通的生活 他们也会为了生活而奔波 小朋友也会在自己空的时候做点小买卖 像这样一把扇子人民币才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不到 那个挖很买力 让别人拿手机拍他们唱歌 他们也是沙特阿拉伯人 穿过狭窄的巷子 大东带我们去了一家面包店 他说这家面包店好几十年 比他年纪还大 小时候天天过来看着特别惨 这里面的人多数做的是不疲声音 大龙说他小时候也会帮着他爸爸 在商店里面卖铺 在这个市场里面扛着不疲几尺的人 个个都是扛着一家人的温饱在奔跑 在这个集市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汤位很多买卖 其实他们都是沙特本地人 在眼前的这一栋楼 大龙说以前在沙特 是做黄金买卖做的最大的一个 好了我来总结一下 沙特并不属于全民富裕 贫富差距其实非常大 巨额的财富掌握在王氏家族 下层的老百姓仅仅算得上小富 并且是少数人 劳工只能算是扬家糊口吧 最后一个问题 沙特的水是不是比油还贵 以前确实是的 倒并不是说水有多贵 而是油便宜的下人 现在虽然油也没有其他国家贵 但是也涨了好多好多 有人的地方就会活成两极 实现共同富裕 真不是个小工程 好了散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